每一对新人幸福的结婚,从婚礼筹备到举办都是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,可离婚是分分钟钟的事。 那么生活中这些小细节需要谨记,稍不注意,用挽救方法都没有用,叶子和他老婆原先都是三千,每个月房租家水电两千一百,剩下的生活开销,不仅没有存货款信用卡,刷了一张有一张,在大城市压力下,最终没有成住,六年婚姻结束了。 太可惜了,年轻人为什么和钱过不去,面包不够,可以努力争取,俗话说夫妻齐心,齐力断金,夫妻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,此时也最容易生气,不明智的夫妻就会互拔对方短处,扯出一些陈年就是叙叙叨叨没完没了顾您。 卖骂的话就像一根刺,直接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,而争吵过后,两人谁都不想先认错以及道歉,而是继续导致冷战,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便会逐渐冷漠,最终很有可能分剧甚至离婚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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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